盘面满是红光 好几档亮灯涨停 小股民们呐喊 台股回来了吗 7号持续第二个交易日反弹 开盘先是上涨百点 随后涨幅逐步扩大 盘中又一度大涨766点 不只占回21000大关 最高来到了21267点 更直接收复半年限 大涨主要是因为融资大断头 这个大失血 那外资的卖盘也到了一定的一个尾声 因为昨天的外资开始进行买进 而且期货空难也回不到 3万5000口左右 还是一个震盪主体的过程 关键就是全王台积电 开盘直接占回9字头关卡 和5日均线 以901元上涨21元开出 盘中涨幅甚至扩大到3%以上 最高来到了917元 联发科也强涨超过半根停板 最高来到1135元 广达鸿海反弹超过2% 全职股稳均心 代理中小心股也一扫阴霾 全面反弹 很多公告营收 其实表现素质都很好 那我想不跟台股做联动一些个股 而营收比较好的话 大家可以先去留意到 台股总算跌身反弹 不过专家也提醒 季线位置压力很重 因此逢反弹 手上满档的小股民 最好逢高减码 空手想抽底的人 则选财报机优 跌身的个股来卡位 东森产典新闻台北报导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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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